段金红是金中有名的顽裤 以写画本出名 某日 包下全场勺药送于家人 却无意间冲撞了巅王的车队 于是 第一顽裤拿出自己的画本向对方赔罪 奈何 对方却邀他上车详谈 段金红不觉有他 便跟了上去 谁知这人半省不吭声 手痒的段二 不知不觉地调戏了一笔 不料 差点将自己搭了进去 只见这人一脸微笑地说道 段公子来者不惧 又对本王心存爱怜 不如就收本王做个入目之兵可好 这一下 段金红慌了 他试图推开对方 奈何力量有限 只能大喊王爷自重 段某最讨厌与他人触碰 见他是这么个表情 沈听兰也起了玩到的心思 他凑近段金红 在其耳边说道 段公子说好的身经百战 来者不惧呢 段金红不知如何回答 因为从那人动手开始 他就有些脱力了 如今 也唯有那特殊能力能救他一救 于是 段金红咬向了沈听兰的脖梗 吃痛的王爷瞬间抬手想要披晕对方 却最终改为了安慰 然而 也正是这一次的动粗 让段金红清楚地看到了二人之间的纠葛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听风鼓内 火光明亮 他躺在一蓝色外袍上 嘴里喊着某人的名字 而那人的容颜和眼前之人 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岂不是说 想到这里 段金红觉得此人太过危险 因此 他不管不顾地跳下马车 静止地离开了那里 带他走后 马车内传出一阵咳嗽声 随后 有一丝血迹 从沈听兰嘴角流出 方才他不该失态的 这个长相俊美的男人 自从三年前大病一场之后 只要与人过度接触 便能看到他人的云语之事 因此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段金红虽是一个精彩绝艳的画本作者 却不惜与他人有过度接触 怎奈他的画本太过畅销 急于看到后续的老妈妈 竟然把人关在房内创作 大家原以为这次万无一失 却听楼下传来 惊慌又焦急的声音 段二公子又逃跑了 众人纷纷开窗望去 便看到那人与旁人交谈着什么 离境了 他们才知 是前几日 段金红包下全程勺药送给城中姑娘时 其中有一人因马比失控 冲撞了巅王入京的车队 因此 被对方当场拿下 如今 若想对方放人 就须段金红亲自去谈 段二公子左思右想 就是想不起来 他与这传说中的巅王有何交际 两位好友见状 向他说起了有关巅王的传说 听说巅王身高九尺 眼如同龄口似血盆 性情暴力 杀人如麻 因此 人称活颜旺 而且这人常年身处军营 或许正需要这话本注性也说不定 听着好友的描述 段金红突然觉得这活颜旺有点意思 于是决定前去会上一会 奈何身后催稿的人追得太紧 他只能先行逃命 不料 却是一个不小心 差点被长枪刺穿脑袋 那人一身红衣 有些恼怒的质问 是何人 竟敢在巅王车架前放肆 段二还未做任何反应 他的身旁却早已跪倒一片 而那个冲撞了巅王车队的人 则正冲他喊着救命 他这一喊 瞬间拉回了段金红的神志 手中折扇一颗躬身行礼道 王爷 在下便是段金红 听闻段某身上有王爷想要的东西 只要放了大摇 王爷拿去便是 听了他的这番话 街上的人纷纷议论起来 听说南京人都十分粗意 巅王更是恐怖 这个二公子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被世人称之为活颜旺的巅王 竟是一位并娇美人 但听着旁人对这位的议论 段金红难免有些紧张 他悄悄抬头 看着那音车帘撩起 而露出的白皙手指 无助地感叹 这巅王皮肤苍白 似乎并不像传言中那般渴破 而车内的巅王见他神游天外 便缓缓开口 你猜猜本王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 段金红抬头 不瞒王爷 我本有些家底 可惜早已被逐出家门 如今身无常物两袖清风 硬要说属于我的东西 不过这一首画本 几只勺药而已 若王爷感兴趣 段某愿奉上 这满指云霞 姿态万千 王爷没有说话 街道上也是鸦雀无声 这让段金红有些紧张 心里想着 这货该不会是觉得被冒犯了 正在思考怎么治我吧 他的念头刚过 马车的车帘被撩起 里面走出了一个手握暖炉 身披微薄的俊美男子 他微笑着对段金红说 段二公子说笑了 俊美的容颜 加上如沐春风的声音 段金红的心漏跳了一排 这就是传说中的活颜望吗 怎生的这般俊美 段金红正想着呢 便看到刚才拿长枪 指着自己的姑娘 将一碗汤药塞进了巅王手中 随后 皱着眉头冲他喊道 莫要满嘴胡言 王爷向来修身养性 怎会看上你那些 错比不堪的艳俗之物 段金红鸣嘴微笑 粗比艳俗吗 那我倒要看看 顶王是何等高洁人物 这样想着 他凑近了顶王 拿出腰间别着的勺药 说道 王爷可听说了 段某勺药赠美人的事 那是否也想讨要 这无边春色和段某的怜爱之心 听着段金红的撩人话语 王爷勾唇 随后伸手接过勺药 凑近嘴边把玩着说道 多谢段公子的美意 那么 作为回礼 公子可愿到车内 与本王一叙 向来不惜与人 亲近的顽固画本作者 竟与首次见面的顶王 举动羞红了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勺药的清香 布满车内 颠王侧躺于踏 段金红坐在一旁 俊男组合很是扬眼 奈何段金红却有些坐不住了 于是他开口问道 王爷 此处没有旁人 你也别同我打雅弥了 段某自知身上毫无可取之处 王爷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不妨直说 沈廷兰放下了手中的药碗 随后不发一言地抬手 这一举动下坏了段金红 他本能地向后退去 后来才知 那人是要拿桌旁的暖炉 这让段金红不免有些尴尬 他心里暗暗吐槽 这么葫芦我都主动说话了 怎么还不开口 似是听到了段金红的心声 王爷开口了 段公子不必妄自菲薄 我听闻 段公子曾广交金中寒门学子 名流轻视 以舆论摄政 陆斥奸宁 沈廷兰的话没有说完 便被情绪失控的段金红打断 王爷不要再提了 那不过是年少无知的胡闹罢 说完 他自嘲一笑 何况如今在下只是一介顽固 平生所愿 不过博美人一笑而已 听着他这妄自菲薄的话 沈廷兰低下了头 随后在他耳旁说道 是啊 你那位朋友声称是受你之托 要趁花开正宴 将勺药送到家人手中 只是不知 是哪家女儿 听到这话 段金红换了个舒适的姿势 然后回答 哈 本公子怎会拘泥于一人 自然是雨露均沾了 说着 他挑起了巅王的下巴 像王爷这样清冷的美人 本公子也爱恋不已啊 他的话刚说完 手腕就被沈廷兰握住 对方咬牙切齿地大喊 胡说八道 你分明不是贪图玩乐的人 为何偏要蹉跎度日堕落至此 说着 沈廷兰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 段金红皱眉 你我素未平生 王爷怎知我是什么样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说着 他试图推开沈廷兰 奈何对方凑得更近 甚至 一只手都扶上了他的腰 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呢 段金红作为京中有名的顽固子弟 辽人戏码是信手拈来 然而 碰上病弱王爷 却只能转身而逃 因为根据他刚咬的那一头表明 他与这位王爷之间 应该会发生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因此 段金红决定远离此人 但事与愿违 巅王竟然邀请他到飘香阁一居 段金红本能地拒绝 不去 我不去 朋友听的这话 小声提醒 你若不去 那只能去求你爹就大摇了 想来 巅王总会给他几分薄面 谁知 他的话音刚落 段金红便皱眉走了出去 朋友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暗道 段二啊段二 你是死都不愿意 再跟你爹有联系啊 月黑风高夜 飘香阁内灯火通明 段金红四处望了望 心中确定 这里并不是他遇见的地方 也算暂时安心了 然而 当那听风鼓三个字 映入眼帘时 段金红立马被吓出了表情包 有没有搞错 这里怎么会有听风鼓 而且王爷穿的那件披风 为何如此眼熟 段金红带着忐忑的心情 被殿小二引进屋内 当他想要关上房门时 段金红大喊 别关门 他可不敢和王爷独处一事 毕竟这门一旦关了 他的清白可就就不回来了 所以 段金红的脸上堆出了职业假笑 王爷开着门 通风敞亮 还吉利 寓意王爷此番回京 前途一片光明 坦途啊 沈天兰听了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淡淡地回道 那本王就借段公子急言了 段公子请坐 段金红心不甘情不愿地挪了挪 最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心中想着 外面人来人往的 他应该不会妄为吧 可当他的眸光 瞥见沈天兰身上的披风时 便又立即想到了那一幕 难道他今日是在劫难逃了吗 王爷邀请段金红到飘香阁一句 是早有预谋 还是一场巧合 不管是哪一种 段金红都觉得菊花一景 因为不管是巅王今日的穿着 还是此情此景 都让他想起了那个预知 因此 在他听到沈天兰已经放了自己的朋友时 走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奈何 在他即将踏出门口时 王爷开口了 你就这么不愿与我待在一处吗 说着 沈天兰拿着酒杯走了过来 至少喝一杯酒再走吧 就当本王为今日示意赔礼 段金红看着沈天兰递过来的酒 脸都绿了 这情节他熟啊 话本里写得多了 所以 他假装手滑 任酒杯落地 不料 那酒杯却在半空中 被沈天兰抓住 但那溅起来的酒水 却是破了段金红一身 可他敢怒不敢言 只能微笑赔罪 然后说道 王爷 你看段某的衣服都湿了 得赶紧换一身 所以段某就先告辞了 还没等他溜之大吉 一见戴着暖衣的披风便落在了身上 段金红有些猛 就听见耳边传来沈天兰的声音 段公子想走 本王不会强留 所以不必耍些伤害自己的小伎俩 裹好披风 免得受凉 对巅王的温柔攻势 段金红的俊脸有些红了 甚至连心跳也加快了鸡拍 他暗道不妙 却不知如何挣脱 好在有梦回眸突然闯入 他才拉回了些许神志 但当段金红转头看向门外时 脸直接黑了 因为此时的他终于明白 今日并非巅王与他的私会 段金红受王爷邀请来的飘香阁 本以为是两人的单独会面 却不知是一场多人聚会 他本想转身离开 却听众人对他议论纷纷 段金红的表情微变 无自觉地扯了扯身上的袍子 但很快 并且开口回怼 王爷的枝兰雅士 怎地忽来一股愚臭 朱军文不见吗 说完这句 段金红转身走人 总之 却被一人拦住 来人 他认识 是京城的大文豪贺一张 他先给王爷行了一礼 随后说道 听闻王爷有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今日邀我等前来 便是想托人将之编成画本 那么敢问段金红是否在受邀之列 王爷点头 段公子的话本声名远扬 自然在列 贺一张皱眉 其话本声名远扬 不过是华众取宠 十难登大雅之堂 况且其人心术不正 背信弃义 是不仁不义之人 听到这里 段金红咬紧嘴唇 表情变得痛苦 陷入了一段回忆之中 等到他回过神来 便听贺一张继续道 如若王爷不信 且去查查三年前 楚官失地一案 说到这里 贺一张公身行礼 所以还请王爷按照文人理法 泼他三杯酒 再撵他出去 否则实在难凭众人心头之恨 随着贺一张的话音落地 一众学子们也纷纷复义 沈听兰看着这一幕 眉头微皱 他组织这次聚会 可是有重要的事情要 因此 绝不能出现差错 所以 他拿着酒壶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此时的段金红手指微颤 已然是做好了被泼的准备 那结局到底会如何呢 京城顽固受众人排挤 王爷提酒走来 是要泼他吗 段金红内心煎熬 连卧扇的手都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可当他准备接受这一切时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咳嗽声 和梦回眸紧张的声音 段金红回头望去 映入眼帘的 就是那位病弱的王爷因结酒下肚 而不住咳嗽的样子 贺一张不明白 王爷此举是什么意思 但很快 他便懂了 因为下一秒 沈听兰的脚步微动 便将还处于惊愣中的段金红 护在了身后 随后他说 朱君与段二公子都是本王请来的贵客 礼当以礼相待 颇久赶人非待客之道 而今日之事 一切皆因本王疏忽而起 贺一张想要阻止 王爷已喝下第二杯 而当他珍满第三杯时 段金红一把夺过酒杯 有些恼怒地说道 贺一张王爷给你几分薄面 你还得寸进尺了 说着 他折扇一展 微笑开口 诸位不愿与我为伍 尽可离开 不必对王爷苦苦相逼 反正王爷这装饰也用不上你们了 说完了这句 段金红转身看了看沈听兰 王爷不就是要找人写话本吗 那么何须比稿 我就是最好的 沈听兰还未回答 他又一个转身指着殿小二说道 将今日之事传扬出去 段某下一步话本就写王爷说的故事 届时 销量定然抵过在场所有人 如若不然 段某就此封闭 滚出京城 如为此怒 便如此悲 说着 他将手中的酒杯狠狠砸向地面 看着那碎了一地的玻璃渣子 贺一张恼怒 你小子别太狂 而在他身旁的孟回眸 则是陷入了沉思 在一个时辰前 王爷亲手交给他一张邀请函 那时他问过 邀请旁人赴宴 都只是传了口信 为何偏对这贺一张如此郑重 沈厅兰回答 旁人不过陪衬罢了 贺一张才是本王达成目的的必须之人 那时 孟回眸还未理解 如今看王爷那得意的笑容 看来是得偿所愿 活颜望在听风谷宴请名流雅士 竟是为了给京城第一顽裤下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不被滚王吃干抹净 段金红决定远离此人 奈何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夸下海口 如今只能烧毁那万恶的斗篷 以为心安 但朋友的一句无心话语 却是让段金红想通了某些事情 朋友说 那匹马虽我多年性情温和 从未发过疯 可那日不知为何 马儿却突然受惊 拉都拉不住 这话结合前日种种 让段金红意识到自己可能掉进了一个捉摸不透的陷阱里 于是 第二日 他直接登门 狄王得知此消息 快步来到书房 第一眼便看到了那个惺惺念念之人 这人一身蛋黄色素衣 头发用发式竖起 美得就像一幅画 狄王看得出神 直到段金红问出 为何这一整面的墙都是断谋所住时 他才回神答道 本王既然请段公子写书 自然要先全面了解段公子的作品 听到这话 段金红侧身调侃 可我怎么记得王爷邀请了其他同好 狄王凑近他 哦 听段公子的意思 倒像是将本王是做了色中恶鬼啊 段金红本能地连退三步 然后神色紧张地说道 难道不是吗 狄王叹气 原来我在你眼里是如此的不堪 可本王很好奇 你又为何会送上门来 难道就不怕被我这个色中恶鬼吃干抹精吗 段金红用书挡住了两人过境的距离 然后说道 段某既已放话 要为王爷写书 便不能失信于人 而且我也想问问王爷 昨日那场聚会 是否特意为我而设 狄王没有隐瞒 点头应是 段金红不解 为什么是我